其实算 如果是非含糖的饮料 还是可以算的 林医师觉得 我觉得碳酸饮料真的不要喝 因为碳酸饮料进到我们的肠胃道 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因为产生我们的肠胃道里面的 我们的就是体内环保会有问题 会产生很多的坏的细菌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碳酸饮料会造成你的糖分 不知不觉会增加很多很多的摄取量 这不知不觉 而且你会一直有问题 那第三个话就是说 刚才谈到那个茶跟那个咖啡 事实上我觉得有一点点鼓励 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逆尿剂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事实上可以增加我们排泄的机会 这场上是好事情 所以茶跟咖啡还算 适度的 但是碳酸也要千万不要吃 你知道现在多可怕 这些素食店都送给你免费的可乐 对不对 你只要点全餐 可乐薯条都送给你不要钱 几乎 或者只收一点点钱 那这是很可怕 就送给你不喝白不喝吗 这很恐怖啊 那我们下面就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如果它已经是这个有点问题了 那现在来找营养师了 就是说我若吃不对东西 长时间已经在我体内累积了 我们常说呼吸不好的空气造成我肺炎的影响 那吃不好的东西就在我的血管里面就产生了 沉积了 那这种情况来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 那你怎么样来这个帮助他来做食疗 通常营养师的做法 做法上面很简单 就是说我会先问你的饮食习惯 了解饮食习惯之后开始修正 找到那个最重要的点 帮助你修正 因为不太可能全面的改掉 我给你一份食谱吃三天就可能吃腻了 这样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饮食行为习惯里面 找到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 可能是减少也可能是整个修改 就是整个替换掉一个 变成一个比较健康的习惯的吃法 所以赵医师其实讲到一个很新的营养观念 以前营养观念就是 我不敢见营养师了 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可是现在就是说可以吃 不过他帮你修正一下 让你的改变一点点关键的这个摄取量 是不是意思 所以以前是看到营养师会害怕 那李医师呢 你觉得平常你会碰到什么状况 就引接给营养师 这个状况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慢性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 有好的饮食习惯 甚至有好的运动习惯 所以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慢性病 像我们的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 甚至我们的高尿酸 都应该经过我们营养师 帮他们做一个调整 当然整个改过真的是不合时机 而且做不久 那我们要做一个可靠简单有效的方法 透过营养师专业来帮助 所以刚刚营养师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秘诀 第一个就是量不要太多 第二个就是控制它在一些关键的饮食的习惯上做改变 还有没有一些比较general可以跟我们的讨论说 哪些东西像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喝水的习惯 还有就是说不要吃碳酸饮料 还有就是比较粗糙的饮食 不要太精致的饮食 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广泛的建议来提醒我们的已经有生病的人 通常比如说是不是要吃糙米啊 吃纤维子啊 吃全麦的面包啊这类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看个人的习惯能不能接受 比如说你是吃都是吃饭这样的食物的话 你可以适度的加一小部分的五穀根筋的东西进去 杂粮类的 你也不要全部换掉 因为会变得很难吃 你吃不下 吃不下营养不良的问题又会跑出来 你可以试着一小部分的比例 也许是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慢慢的调整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是盐分的部分 我通常劝病人就说 你假设三道菜 可不可以只有一道菜比较咸一点 用那个比较咸的菜去配那个不咸的菜和配饭 其实你还是可以适度的享受一点美味 你不要觉得都吃的淡味很无聊 好可怜的感觉 用这种方式 那油腻的部分也是这样 就是你四道菜有至少一半以上 不要用油去烹调 你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 林医师有没有一些比较general的建议 我general的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专业我们早有专业了 那我是觉得说 第一位我们要支持要定时定量 绝对不要大小 大小那个量差太多 因为我们身体的那个负荷量有问题 会产生没有办法消耗代谢掉 那第二话就是说 吃一定要均衡 就是你有吃肉就要吃菜 不然我只吃菜不吃肉也不行 那你有吃这个米饭类 你就是要吃水果 这样子一个搭配的方式 那第三个我认为说 就是睡到前 我们最好是四个钟头不要吃东西 就是晚餐后以后就请你不要吃一些零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吃东西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要今天吃六份的饮食 我早上吃三份 下午吃两份 晚上吃一份 懂了懂了懂了 反正宵夜不能吃就对了 因为那时候你的代谢率就降低了 马上就是睡眠 太可怕了 我们这种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吃宵夜的 好我们那个又要进广告了 不过我们帮各位归纳一下 刚刚我们林医师给我们一些很general的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要定时定量 最好照时间吃 而且量最好是固定的 那另外提醒我们均衡 有饭 有水果 有肉类 各方面都要有 不要只吃某一种 那我们先进下广告 稍后回来 好 谢谢各位一直守到最后一节的2100醒报现场 要来问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吃出健康饮食治疗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 可能有一些朋友本身已经要常常去找医生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帮你问一下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你保持健康 透过饮食 我们先讲一种急性的病 有急性跟慢性两种病 那么慢性的病 等一下我们再讲 急性的病是一来就完蛋了 就会来不及了 我好多的朋友都是这样 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 就有一天忽然你发现他心肌梗塞 忽然发现他这个血压高 就就就一命呜呼了 而且完全连遗嘱都来不及写 连后事都来不及交代 我相信在嘉医科 有碰到很多这样的 我知道林医师已经行医多年了 那也看到很多这种 让人家很恶婉的状况发生 那你怎么样来建议大家平常注意饮食 而不至于产生忽然之间就不见了的状况 是我想最急 莫如心脏急 我常说心脏就像一个人体的马达 只要马达一停的话 就没有电了 然后熄灯了就结束了 再见了 就是下车了 那所以我们最近也常听到一些朋友的长辈 突然就叫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最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胆固醇的问题 血脂肪的问题 为什么都不知道呢 平常都不知道吗 是 大部分的病 比如说我们讲血压的话 高血压90%是没有症状的 没有症状 完全不知道 是 所以像糖尿病啊 高血脂啊 高血压或者这个尿酸 其实一开始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 第一方面要做这个身体健康检查 二方面要非常小心我们的饮食习惯 40岁以上是不是就要做 他要看状况 其实他每一种情况有不同的 只是筛检的年龄 比如说我们讲血压 18岁以上就要筛检 这可能出跟大家的意外 那这不管国内国外的 他的我们的这个数据 都这样表现出来 18岁以上就要常常量血压 量血压是的 多久量一次 那量血压的话 你就是一个月量一次 因为一月年轻 他血压高就不太大 不过那时候就要开始 有意义的增加了 那像我们的像高血脂的话 就是45岁 55岁 因为男生比较 因为基因的关系要早一点 这个筛检 女生就晚一点筛检 那血糖的话呢 就是看你假如有血脂肪的问题 你就要筛点血糖 或者说你有家族史 或者你有多吃 多喝 多拉的现象要筛检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 就是第一个 当然要有一个健康的 生活习惯 健康的饮食习惯 健康的运动习惯 以外呢 就要做定期的检查 所以假如说高血脂长期的话 它会破坏我们心上的血管 所以高血脂的毛病是造成心脏 心肌梗塞第一最重要的因素 这是第一个情况 所以高血脂就是你平常吃东西 吃得太油 是 是不是这意思 没有错 就是我刚刚讲说胆固醇 从动物的细胞来的胆固醇 对 那这样的话呢 再加上因为我们 虽然我们吃进来 还有排泄的机会 我们吃进来叫做A 排泄的叫做B 那现在就是C 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存留的量 所以你吃进来多 排泄的少 C就 现在我们身体的量就增加 那这些档固醇的话呢 因为还有分成好的跟坏的 那大部分来自动物都是坏的 那这些档固醇的话呢